大家好 土工的二十大就要开了 一个星期都不到了 土工的各种人事布局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这个时候没有安排好 那就只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的 就是会议要延期 只要会议没有延期 说明所有的大的人事布局 早就已经一个一个的都已经塞好了 没有任何问题 细胞子和改开派元老派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这个判断力一定要有 不要有还有什么特别大的变故 没有的最多有个别的地方 可能有那么一两个小闪失 大多数情况 这个时候人事布局都安排好了 所以这期我跟大家讲一讲 我看到的一个名单 非常的详细 看标题也知道了 我们每次谈人事布局都是谈七常委 是不是 其实还有更多的重要的位置 比如中宣部的部长 比如说组织部的部长 是吧 中组部的部长 是吧 这都是很重要的 比如国资委的主任 这都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这个什么 全国人大的常务副委员长 是不是 比如军委的副主席 比如重庆市委书记 上海市委书记 天津市委书记 广东市委书记 北京市委书记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名字 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这些跟大家讲一讲 是个什么情况 也是呢 我觉得比较靠谱 我觉得比较靠谱 跟大家说一说 我也是看来的 在要传扬 非常的清晰 同时呢 跟你讲完了以后 你呢 大概其能够明白 细胞子接下来 大概会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首先说明 你只要把细胞子抓进监狱 是不可能的 千万不要这么想 不要被张魁小时候带沟里面去 我再说一遍 共产党它是一个整体啊 什么江泽民 什么胡锦涛 什么温家宝 什么朱镕基 什么这个什么 习近平 什么这个这些个那些个的啊 逆战术都不可能坐牢的 因为他的级别太高了 不可能的啊 不可能的 除非这是毛泽东挺市挺过来了 有这么一个恶霸 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人都抓起来 我说过无数次了 席包子要连任的唯一的指标 就是把什么江泽民 胡锦涛 温家宝 朱镕基这些老东西全都给抓起来 就像他那毛泽东一样 只要这个东西没出现 包子里肯定会退休 肯定会按时退休 就是这样 他只能悄悄编故 搞搞小动作是可以的 好跟大家讲讲啊 首先是总书记加军委主席 两个职务一身间 这是李克强老师啊 这是没有问题的 符合我们之前的预讯总书记 党的总书记加军委主席 那就意味着一个问题 就是国家主席 这个人是谁呢 是不是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啊 阿尔大肯定就选出常委了 如果总书记不是习近平 那军委主席 这个位置就只有这个 军委主席他有两个军委主席 一个是党中央的军委主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是不是 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 他有两个军委主席 一个人间的 如果习包子不是党的总书记 那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个东西肯定就不是他了 因为他不是党的总书记了 是不是 那就只有一个军委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个军委主席呢 就还有可能做国家主席 我看到这个版本就是国家主席这个职务 不在李克强身上 这样就意味着习包子有可能 未来五年依然是中国的国家主席 这么一个套路 这个东西我之前也说过啊 赵紫阳的时代 胡锦胡耀邦的时代 包括江泽民的时代 都有过这个情况 军委主席依然是邓小平 后来交给这个国家主席依然是杨长坤 大家记得吧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才一起交给这个江泽民吗 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总书记加入军委主席 你看想总理是汪洋 这个也没有权念啊 人大是谁呢 人大是赵乐际 人大是赵乐际 说这个正习是谁呢 正习有两个人选 没有确定 这个东西可能有点变化 一个是王沪宁 还有一个是这个什么蔡奇 北京市委书记 第一副总理呢是胡春华 如果胡春华呢 有可能兼这个军委副主席 是不是这么一个套路啊 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书记就是书记呢 就现在王沪宁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丁学祥 然后的纪委书记是李锡 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七常委吧 是不是 这就说明习包子已经退休了嘛 他不再是常委了嘛 是吧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具体的岗位 中班主任是谁呢 是肖杰 肖杰这个人我是知道的 知道的 肖杰 正法委书记是谁呢 是周强 周强应该也要差不多了 应该也差不多了 然后最高人民检查院的检查长 是应勇 这个东西西包子的人嘛 他已经把塞进去了 然后最高法院的院长是张军 然后公安部的部长 依然是王小红 这是西包子塞进去的 提前布局的 不会动弹的 他还是卡的这个位置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任 是刘金国 中组部的部长是沈月月 中宣部的部长是陈明尔 统战部的部长是陈小江 人大副委员长是王东明 然后副总理是哪几个人呢 上海社会书记副总理是 上海社会书记李强是副总理 陈全国 之前我们是传他是进常委 看是没进 是也是成为副总理 然后郭书卿 这个监刘鹤副总理 哎这个这个东西 郭书卿我也是认识的啊 不是不是不是见过是认识啊 刘鹤 然后军委的副主席 然后有苗华和张声明啊 知道吧 然后新疆的书记是马兴瑞 马兴瑞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广东的书记是尹鸿 重新的书记是陆浩 哎呀陆浩我也认识啊 陆浩以前做唐委书记的啊 天津市委书记是圣意宜青还是战意宜青呢 又念错字的啊 上海市委书记是袁家军 浙江过去的 北京市委书记陈基林 所以这个名单呢是很很详细的啊 但是这是我们做这个造谣传谣节目以来最详细的一个节目 就基本上所有的重点的岗位都说都说到了啊 都说到了 哎这个东西我是造不出来的啊 因为有些人我都没听说过 什么陈小湘统战部的部长是干嘛的 我都不知道啊 还有这个叫什么王冬银是干嘛的 人大人大常务会的副委员长 就常务常务副委员长嘛 这个位置也蛮重要的啊 陈浩云后来就做这个位置的啊 还有叫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隐红 什么什么什么陈浩 我都没听说过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名单呢 我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他什么呢 他就是两几个方面的布局都考虑到了啊 既有老江的人也有老胡的人也有这个老习的人啊 都都注意到了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名单啊 大家听听觉得有没有有点道理 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啊 这也是提前透露出的中共的最全面的啊 涉及到每个岗位的每个高层的 人事布局的一个一个一个名单 所以他们说这个细胞子啊 已经以健康的原因真的是挪退了啊 这个地方是存疑的挪退不挪退 当然有两种说法 我听到了北京人说的啊 说有可能什么细胞子直接就挪退了 他也不想当国家主席 他会由谁来当一位王岐山的当国家主席 王岐山呢 这个一直就玩权力 没有玩过瘾 没有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如果做个国家主席的话 啊他还能玩一把是吧 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而且他做国家副主席也做了这么几年了 但是王岐山在国际上还有一点影响 你所以最近出席这个亚新峰会 是王岐山出去的 这个线索也足以证明王岐山有可能当国家主席 所以呢 说这个挪退的这个概率是非常的大的啊 说现在的目前呢是为了这个安慰和这个 安慰习包子挪退啊 完了以后给足他面子 我说我现在对习包子的吹捧还没开始呢 你一定要放心啊 对习包子吹捧从二十大前后 一直要延续到明年的两会之后 一段时间满篇的中共的主流的媒体 都要对习包子肉麻的吹捧 说他是高风阳阶 说他是伟大的领导人 一代人民领袖都会这么说的 你放心好了 所以呢千万不要奇怪啊 将会大幅度的报道习包子 对中国共产党这个流氓组织的 这个伟大的功勋 伟大的侵蚀流民的功 这个卓越的贡献啊 长久的这个保存在中国人民的史坑里面啊 绝对是这样子的 千万不要奇怪 但是呢习包子之所以同意这个局面呢 他主要是要塞他的人马啊 塞他的人马 说他呢条件裸退可以 第一啊这个他现在还在支持王歇山做国家主席 是吧支持他 因为王歇山毕竟是跟他在一起一起扛过枪 一起嫖过仓的 他们俩之间有分赃的啊 有有有很多见不得人的秘密 就就他们俩的事情 他把王歇山拱上去 王歇山反过来也不会弄他 其次呢他希望塞两到三名人呢 三个人呢进进常委是吧 所以现在他塞进去的人呢 就是就是有一些个重要的人想塞进 比如比如说这个柴奇啊 比如说陈全国呀是不是 这两个人特别想塞 为什么呢 哎就是因为陈全国这个人出手凶狠嘛 整人他不留余地嘛 他希望有这么一个人 呃蔡奇这个人呢 是在所有的志向新军里面 在习包子人马人马里面 是跟这个跟这个习包子跟的最紧的 也是也是离的最近的 因为他是一个奴才嘛 就特别听话嘛 所以呢是习包子是最喜欢他的啊 是奴才型的这么一个人他也需要这么一个人 任何时候习包子发一句话 拆其都绝对是没有任何的反口的 都会坚决执行的啊 其他的呢都会都会塞到必要的岗位里面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有很多人都塞进去 比如上海市委书记 广东市委书记啊什么什么重庆市委书记 都会塞进去 而且你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你看不到这个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的影子 李鸿忠本来就不是习家军的 就不是习包子的人嘛 这个时候他不进去 习包子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你拍马屁没用 知道吧 所以呢这个消息是很很很重要的一个消息啊 所以他们也在那里感慨 哎呀不管怎么样啊 先把包子里赶走是不是啊 可能局部的名单还会有点变化 但是大概起的基本上大局一定年 反正的现一阶段呢 无论是高层的官员还是老百姓 都是一心一意呢 要把细胞子要赶走 是吧 让我们能够安度的安静的过点安静的日子 尤其是老东西 希望自己能够退休 就会有一个安静的晚年 是吧 所以只要细胞子走 大家就烧高香了啊 怎么夸你 怎么怎么说你是伟大领袖 人民领袖 管你怎么夸 是不是 跟你再取一万个彭临员 我们也没意见 随便你搞 让你喝你的毛泽 就搞你的女人一下啊 只要你不害我们就行了 让我们老百姓过个日子 所以这个名单啊 这是我造谣传谣以来看到的最详细的 也是最全面的名单 每次都是讲七个常委 今天讲了一口气 讲了所有的重要的岗位都有了啊 值得参考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 大家呢 不要自己吓自己 细胞子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不要自己吓自己 凡是认为细胞子连任的人 他一概都是有一个基本的情况 就是自己吓自己 巨大的恐惧心理 知道统中国是个流氓组织 流氓组织就是谁的拳头大 谁就是牛逼是不是 但是细胞子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安安宁宁的啊 买卖我的书看看 看看中国接下来做生意啊 怎么做啊 怎么做公司 怎么全球布局 怎么规避风险 怎么创业啊 怎么养家糊口 这是我的做频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初衷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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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